16岁横空出世,成为一英里跑进4分的最年轻选手 17岁脱颖而出,成为欧锦赛1500米和5000米的双药冠军 而现如今,他又用7分17秒的成绩将3000米记录收入囊中 他就是雅各布,英格布里格森 2024年巴黎奥运会,作为1500米奥运记录保持者的雅各布 如果拿下这场比赛,那么他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蝉联冠军的白人选手 要知道,当年的奎洛伊等了8年才换来04年雅典一枚金牌 而比赛开始,作为上届冠军的雅各布全程领跑 他想用打破纪录的绝对优势拿下比赛 可惜终点前被绝杀,无缘登上领奖台 这一幕就像两届世锦赛中的失利一样让人惋惜 雅各布在随后的5000米比赛中力挽狂澜 又在接下来的钻石联赛3000米军赛中跑出7分17秒的成绩 打破陈锋28年的世界纪录 而这,仅仅只是23岁的他 1,2,3,4,4,4,7,4,4,5,7,4,5,5,4,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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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6,5,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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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6,3,5,5,6,7,6,7,7,8,5,6,7,7,8,7,8